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比109,输给了尼克斯,罗奇尔砍下,41分7篮板,黄蜂120,比114,战胜森林狼队,西安砍下36分,东契奇砍下,46分,独行侠143,比130战胜提湖队,马刺125,比114,战胜老鹰,德罗赞砍下,23分8主攻,无人上演大逆转,最终詹姆斯,率队战胜灰雄,除了比赛, 今天The Athletic记者Sam Amick曝光了多则交易传闻,在全联盟范围内,雷霆、博塞和骑士这三支球队,将开启不同程度的大转卖,骑士队的德拉蒙德和勒福,雷霆的霍夫德和希尔,博塞的格里芬和爱玲顿,都是有可能被交易的对象,这位记者还表示,这三支球队,有天赋的年轻球员,将不会被交易,国王队方面,名记Sam Amick表示, 但是,希尔德的不满情绪,已经不存在,这个赛季,希尔德虽然,在进攻端的效率下滑,但他场军命中,三分球数量还在联盟第四,3.9个。 明记报道,由于希尔德,在三分方面,有不错的产出,国王总经理,蒙特迈克奈尔,会接到大量,寻下希尔德的电话,据悉,东部的费城,对希尔德有兴趣,他们也对国王队的大前锋别利查,有兴趣,职业生涯三分命中率,39%。 凯尔特人方面,记者Sam Amick爆料,他们对国王前锋哈里森,巴恩斯有益,此外,还可能有多支球队,对巴恩斯有益。 不过,据联盟消息人士透露,国王队目前没有兴趣,交易巴恩斯。 老鹰方面,每季报道,老鹰愿意听取其他球队,对前锋科林斯的报价。 此前,据媒体报道,科林斯倾向于,签下一份顶星合同,但老鹰队,无法满足他的要求。 本赛季,科林斯场均出场,31.9分钟,场均可以砍下,18.5分7.8篮板,1.6助攻。 绝经方面,明记报道,绝经认为小麦克尔波特,还没有达到球队的期望。 他们想要交易,得到一名,已经证明过自己的球星。 而Amick爆料,一旦奇才队的比尔,公牛队的拉文,以及魔术的戈登,被摆上交易货架,那么绝经,将会向他们发起追求。 最后,今天媒体爆料,联盟多名高管,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,比尔的交易价值。 其中,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总经理表示,比尔的交易筹码,为三个不受保护的首轮签,两个选秀权互换,一名年轻球员,和一份到期合同。 这名总经理指出,比尔的交易筹码,就是哈登级别的。 与此同时,该名总经理,还表示,在交易哈登之前,蓝网内部,还讨论过,交易比尔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他走了。 他走了。 他走了。